周日上午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向朝鲜发出通知 以确保此人安全 但截至目前 朝方没有回应 韩国军方周一表示 此人很可能是一名脱北者 他在2020年底以同样的方式从朝鲜越境溜进韩国 过去多次发生过朝鲜人偷渡到韩国的事件 但从韩国偷渡到朝鲜比较罕见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 林明迪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